以前我们要整理会议记录音档呢 都是要人工听写之后 再把它重点整理成摘要 现在如果要整理会议记录音档的话 大家都会说要用AI来整理比较方便 但是究竟要用什么样的AI服务 来整理会议记录音档呢 今天我们就直接使用三种不同的AI工具 来实测给大家看吧 Go 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用了 如果你对AI教学内容有兴趣 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 就会获得更多的内容 想要更加深入学习 但常常出问题 选择学习Plus方案 就一对一的聊天管道 或是呢你愿意支持我们 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客观养得多 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 影片要开始咯 你准备好了吗 嗨大家好我是阿汤 你是公司员工里面最菜的那一个吗 只要一到会议的时候 就会叫你录音文字记录下来 然后呢最后要整理成会议记录 重点再要下来 并且呢要排版好看一点 如果你做出来内容很不OK的话 你的主管一定会跟你说 你这份有够难阅读 再去重新做一份来 在以前呢还没有AI的时代呢 这种状况肯定是屡见不鲜的 但是在现在AI满天飞的时代 大家口中都会说 会议记录现在用AI整理就好了 非常非常的方便 不过还是有一大多人会来问我说 我现在如果想要整理会议记录的话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AI工具 会比较方便一点 其实呢这个要看你的会议记录 想要整理成什么样的内容 以及呢你的会议记录形式又是什么样的方式 有些公司呢是直接有人呢 在会议过程中呢用文字快速记录下重点之后 等会议结束之后呢再把这些重点内容呢 整理排版之后变成会议记录 另外一种呢有可能就是另外一种记录形式呢 是直接在会议的过程中直接录音的方式 那等会议结束之后再用听写的方式 或者呢像我们现在很常见的 用AI帮你直接分析音档里面的文字内容 并且直接做重点栽药整理 但不论呢你是用文字重点截录 或者是呢用录音的方式 甚至呢是两种同时并用的方式 结束之后呢都可以透过AI来帮你处理这个重点整理 不过问题来了 我究竟要选用哪个AI服务会比较好用呢 今天我这边就直接选择三种不同的AI服务 直接来测试给大家看 分别呢是大家最常提到的ChatGT 第二个是我觉得目前身边最常有人用来整理会议记录的Google AI Studio 第三个是我最近一直在测试的AI Agent的Manus 往下我们就直接来进行吧 首先呢我这边准备了一个全民键保他们的会议记录的音档 那这边一共有18个音档 今天我们会用来作为范例呢 就直接输出两个音档来使用就好 那以及呢这边有一份已经是整理好的会议记录的PDF 先给大家看一下它长得大概是像这样子 全部都是满满的文字内容 如果你要阅读的话变成一字一句的话 慢慢的去看然后才能看完全部的这些内容 好这边我们分成两种情况来整理这个会议记录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就先取讨论提案第二案的这两个音档 然后呢我们来让AI去分析之后提供我们会议记录的这个简报内容 第一个呢我们要使用的AI呢就是大家最常用最常讨论的ChatGPT 那ChatGPT呢这边我直接把两个音档上传之后 告诉他呢将全部音档整理成会议记录 并输出成易于阅读的简报档案 重点是务必要分析完全部的音档 好这边呢搜到音档之后呢就会开始分析 然后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 这个呢不用很仔细去看 你就看一下他讲的系统刚刚在尝试分析音档的时候出现连线错误 不论呢是几个月前是的或是现在是的最后长出来的结果都差不多 结论就是他没办法分析这些音档 不知道为什么ChatGPT呢去掉Whisper的时候一直会出现问题 那这边呢我每次丢音档给他呢要去分析做整理的时候 他都会给我这两个方案 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啦 方案一呢就是给我第三方的一些服务的建议 建议呢我先把音档呢丢到这些服务去 用语音转成文字之后 再把这些文字呢放到ChatGPT来 帮你做会议记录的整理 方案二呢其实也差不多 只是他跟你说呢我先帮你压缩成其他的格式 你可以上传到这个网站来然后去转入成文字 其实方案一跟方案二都是一样的 都要求你呢去用第三方的服务 转好成文字之后我再帮你整理 基本上ChatGPT呢我也不确定是我个人的问题呢 还是方案的问题 我目前只要丢音档上去他就是不让我做解析 我记得我记得很久之前呢 ChatGPT刚开始在用的时候 音档上传我记得是可以成功的转入成文字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办法 大家呢如果有使用ChatGPT成功转入比较长的音档的话呢 请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一下 那我可能要去跟ChatGPT反映一下我的账号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Google AI Studio分析出来的结果 Google AI Studio应该是我目前身边听到最常用来分析会议记录音档的AI工具 毕竟你把档案丢进来之后 透过Google AI Studio分析音档呢 我觉得速度应该是目前算蛮快的 而且准确率也蛮高的 那透过AI呢来整理这些会议记录呢问题不大 内容呢也整理的还不错 像这边前面呢都是摘要里面的文字内容之后 后面有整理出这次的这个决议内容行动项目 那比如说我是希望他可以输出简报 但是Google AI Studio其实是没办法生成一个简报档案给你 那你就只会得到像这样子简报的大纲 那如果你得到这样大纲以及内容之后呢 你其实可以把这些复制下来然后丢到伽马来 然后去生成一个比较专业的简报 或是比较更容易阅读的简报内容 就会呢长成像这样子 内容其实我觉得就是还不错 看起来也颇专业的 那阅读起来呢会比起你单纯只有文字内容呢 更好阅读一些 毕竟呢他有更加重点去整理这些内容 所以呢整体来说 如果你要使用Google AI Studio 整理这些会议记录的音档呢 其实是还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因为呢他整理的速度快 那整理的文字内容OK 只是他没办法一次性的产生出简报内容来 你必须要搭配其他的第三方服务 然后再把它生成简报 整理出呢比较容易阅读的这种简报的格式 或者是呢排版 第三个呢要来介绍一下 我前阵子才介绍过的 Manus这个AI Agent的服务 那AI Agent跟AI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AI呢目前就是单一的帮你依据你的需求 然后产生出相关的内容给你 那你必须要把这些内容 再手动的透过第三方服务 或者是呢就是你自己人工手工的 再把它打造成你需要的东西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想要制作成简报 以Google AI Studio来说 你就是要再把它丢到Gamma 或是其他第三方服务 再把它做成简报 但是在Manus里面呢 这种AI Agent的话呢 只要一次性的指令 它就会直接输出到你要的结果来 好你看一下我把这两个音档呢 丢到Manus之后 它会开始分析音档 然后整理会议记录 最后呢制作成简报档案 它说交付成果给用户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它整个制作的这个过程 包括呢分析音档 然后整理文字内容 最后呢 它就会直接产生出会议记录来 那这个是会议记录的Markdown档案 那点击会议记录的这个投影片简报档案之后呢 右边呢这边就可以直接预览 你这个简报的内容 好我们可以往下来看一下 这边有会议结构的推测 按照你的音档大概去分析一下 毕竟会议记录的音档 其实都不是那么的清楚 所以它讲推测这个词呢 其实是完全没有错的 好那这个会议记录呢 主要讨论要点在这里 然后决议事项 后续行动计划 以及实证规划等等 然后它除了用文字之外 也有图表可以看 其实呢比起我们刚刚丢到伽玛 这个简报的内容 是不是看起来又更舒适 更好阅读呢 好前面呢我们测试完了 将这两个音档呢 输出成会议记录重点摘要简报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测试的 要怎么把这个PDF 既有的会议记录文字内容呢 这么大量的文字内容 我们要再把它透过AI 整理成了更容易阅读的摘要简报 好一样的呢 我们一号参赛选手呢是ChartGPT 我们要把这个PDF档案上传之后 请它重新整理并且呢 输出成一份容易阅读的简报档案 我们可以直接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这个过程呢 你可以看到它呢 一直出现分析错误 然后结果呢也不意外的 你看又提出了两个建议方案 A呢是请你OCR辨识之后呢 再把这些文字内容丢进来 让人去做整理 B呢是直接提供页面的截图 它会再重新去整理 C呢手动转成Word档 它帮我做成简报档案 不论是哪一个呢 我觉得都很麻烦 所以呢基本上ChartGPT用来整理会议记录呢 我觉得真的是完全都不行 接下来第二个选手呢 是Google AI Studio 那我试了一下 PDF档案呢 我不确定档案超过多少之后 它就读不了 但是以这一份档案来说 档案大小呢是55MB 然后不论我怎么重新上传 它就是会直接出现失败 所以如果你想要使用Google AI Studio 来整理你PDF档案里面的内容的话呢 这个档案大小必须要小一点 它才有办法整理 所以基本上呢 我测试想要用Google AI Studio 来整理这一份PDF档案 是无法整理的 好即便呢 我是透过MyDrive 就云端硬碟去插入这个档案 它最终呢 也是会在分析的时候呢 出现错误 至于档案大小呢 要到多小呢才能做分析呢 这边我就没有去做测试了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Manus生成的这个结果 一样我们都是同样的档案 同样的Prompt 最后生成的简报 大概长这样子 好给大家快速浏览一下 不论是排版 或是像这种图表 然后以及内容 我觉得呢 都相当的专业 而且整理的蛮好的 比起呢 我们刚刚那一份呢 很大量文字的PDF呢 更好阅读 而且可以更快的了解 这份档案里面的所有的重点 当然如果你针对这些内容呢 如果你想要了解 哪一个东西的细节的话呢 你再去翻阅那一份PDF来作为参考就好 或者是呢 你可以直接对AI来询问 你想要询问的这个内容 都会比起你直接去阅读 原本那一份呢 超大量的内容 以及参考资料的PDF 都会来得更好一些 好最后呢 我们来小总结一下 如果你之后想要用AI来整理会议记录的话 以这三个AI服务来说 ChalletGD呢 要整理会议记录呢 我觉得是最不好用的 而且呢 很多东西他会都直接错误 那第二个Google AI Studio呢 我觉得他的整理速度 是所有的AI里面的最快的 那整理出文字内容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如果想要进一步的排版 或是产生成更好阅读的这种简报内容呢 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甚至请你丢到Gamma来整理 也只是加上图的摘要文字内容而已 说真的 就是比起原本Google AI Studio 整理出来这文字内容呢 再好一些而已 那第三个呢 透过曼鲁斯这种AI Agent来整理会议记录呢 好处是呢 我觉得整理出来这个内容呢 清楚明了 而且有图表来辅助 但缺点是呢 AI Agent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 会比较花费时间一点 像比如说刚刚这两音档分析 以Google AI Studio的话 它大约是一到两分钟就可以整理完 45分钟的这个时间 但是MARUS呢 这个整理出来 大约花了十几分钟才全部整理完 但是做出来的成品结果是比较好的 至于其他AI服务呢 如果你单纯只是要把音档整理成文字战药的话呢 其实还有蛮多选择的 但是如果你要整理成好阅读的这个内容的话呢 目前我自己用下来呢 MARUS真的是比较好用的一个选择 看完上面的实测之后 大家呢会选择什么样的AI工具 来整理你的会议记录内容呢 或者是大家还有私藏 什么样的AI工具 用在整理会议记录内容 非常好用的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啦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AI相关的教学啦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喔 我是阿汤 下次见 拜拜 бол 收到 的